泰国公共卫生部长3号在脸书发文 表示包括日韩、中港澳还有台湾等 都属于疫情高风险区域 只要旅客去过这11个地点 入境泰国之后都要自主隔离14天 但是过没多久又下架了这则贴文 因此网络流传这是假消息 对此我国外交部表示 必须以泰国卫生部4号记者会公告的内容为卷 但是目前在当地有台湾学生 已经被泰国教育部相关单位要求 必须做类似台湾的自主健康管理14天 期间不能进入学校 只能改采视讯上课 想到泰国玩现在传出抵达当地 得先被隔离 根据CNN报道 泰国公共卫生部长3号在脸书贴文 表示包括日韩、德国、中港澳、台湾 以及法国、新加坡、意大利和伊朗 都属于疫情高风险的区域 从以上地点入境泰国的旅客 通通得自主隔离14天 人家分享的是假消息 大陆、韩国、日本什么都没有进 不担心啦回去 我没办法我住那里 真的是假消息吗 继续追查 台湾外交部回应 这则贴文已经下架 另外泰国卫生部也一并撤销 3号发布的赋予卫生相关官员权利 可以要求强制隔离的公告 不过还是要以泰国卫生部 4号最新的公告内容为准 情况还没有明朗 倒是在当地的台湾学生 已经被要求在家视讯上课 我今天是在家用视讯上课的第三天 无敌窗景看的却是满满无奈 为什么学校去不成呢 原来他2月26号抵达曼谷 却收到老师通知 只要去过中港澳 日韩新加坡都不能够进校园 虽然规定属于宣导性质 没有强制性 类似自主健康管理 但已经带来一堆不方便 视讯的画质跟音质 其实都没有很好 有点沮丧 因为本来已经准备很久说 可以去学校上课 政令来得突然 计划都被打断 疫情延烧 政策可能随时变动 要到当地的民众 更怕措手不及 记者陈寅如 陈勤顺 台北报导